保留着生命的奥秘 走向生命的解脱 让众生离苦的爱 感谢观看 何许的阳光穿透蔚蓝的天幕 洒下遍地磁光 如佛陀温暖的双手 抚慰大地云云众生 慈悲心是佛法的根本 及一切德行的基础 诸佛菩萨之所以能够无怨无悔地救度众生 就是因为蕴含一颗无私无我的慈悲心 我们如果能够随时随地展现慈悲心 修持施食放生等善行 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美好 我们的修行也将更容易成就 为了提升动物们的权益 传递佛陀平等对待一切众生的慈悲善念 并提倡素食饮食 让世间减少杀戮 使动物们都能早日脱离三途 往生净土 在亚洲首度举行 国际性的佛教动物保护会议 第一届佛教动物保护会议讲座 在韩国首尔市东大门空中花园大饭店举行 包括来自泰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韩国、台湾 以及澳洲等数国及地区的代表踊跃参加 希望透过佛陀的慈悲思想与文化的交流 为世人传达保护动物的共识 而当日也适逢释迦摩尼佛殊胜功德日 在此期间 借由佛陀的慈悲加倍 若能发菩提心 每做一件善事 其功德都会比平日行相同善法 功德增九亿倍 非常的殊胜 这次的会议 主要是由地球动物权保护协会和动物爱护法营会 这两个国际性组织所共同发起举办 这两个组织的成立目标 是希望借由定期举办动物福利和权力奖息 以及在大学和校园中进行演讲 来提升全球对动物的认识及爱护 上午的会议中 特别邀请海涛法师 利临大会演讲 在主席包伯爱萨克森介绍后 海涛法师便展开了 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生动开示 当然所有的声音是来自于伟大中贵佛陀的教诲 让我们知道怎么去爱 怎么样去爱护人 爱护所有生命 我想今天 我们代表动物之身 鲍博先生愿意办这场演讲 就是因为慈悲心 也为了我们人类好 因为佛陀告诉我们 唯有爱护别人 唯有帮助众生 才能够帮助自己 我们所有自己生命的快乐 来自于帮助其他的生命 如果我们去伤害到其他的生命 那就会伤害自己 这就是真理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 大家坐在这边讨论 这个题目 就有一点像 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外面要被杀了 在楼下 在餐厅 等一下要被杀了 我们却在这边 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 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帮助他们 因为我们没有佛陀的智慧 就像一个人被关在监牢里面 却看到外面的爸爸妈妈 要被杀 要被吃掉 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 佛陀的智慧 消除所谓自私的我 那这个想法 我们才可以打破这个 监牢去帮助外面的爸爸妈妈 当然也有人说 一只鱼 一只动物 怎么识会我们的爸爸妈妈呢 那就是佛陀要告诉我们的 各位也都会背的 所有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只鱼 一个肉 当作一个食物 因为它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那为什么佛陀会这么说呢 因为佛陀最主要告诉我们 慈悲 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所谓慈就是要让所有众生都快乐 所谓悲就是要让所有众生都没有痛苦 那为什么要对其他生命慈悲呢 因为佛陀告诉我们空性 什么叫空性 因为没有一个生命可以单独存在 希望透过这个世界性的大会 让佛陀的这种智慧 以平等的爱的真理 宣扬到整个世界 所以我想 我经常 人家问我 你是什么宗教 一般我们在飞机场 很多人看到我 都问说 你们是少林式的吗 你怎么打坐的 我就会说 慈悲 是我们的宗教 保持没有恨的爱心 是我们的禅定 打坐 不是坐在那边不要动 是不要生气 保持爱 你砍我杀我 我还是要爱你 这就是我们的禅定 所以我想这个世界 需要更多的人 代表动物 把这个慈悲的声音 告诉每一个人 当然各位来到韩国 晚上出去吃饭 哇 好好吃啊 都是肉 所以我们在韩国 是我们已经很进步的地方 想要找几间吃素的 不太容易 这个代表什么 当我们社会 科技 物质 进步的时候 但是人类 离开自己 越来越远 人类离开自己的 佛性 慈悲心 越来越远 满足欲望 得到慈悲望的快乐 变成人类的快乐 这就是佛陀所讲的末法 因为人都无名 无名不是不聪明 是没智慧 但很聪明 这个聪明 就是自私的 我满足我的欲望 我满足我舌头的欲望 但是我牺牲了别人 我牺牲了其他的动物 所以我想 今天的主题 叫慈悲 爱护众生 为什么 所有的根源 来自于爱护自己 你不希望你自己 被砍 被杀 被吃 你不希望你的爸爸 被砍 被杀 被吃 但是佛陀就请我们 那就不要去伤害到 别人的父母子女 不要去伤害到 其他众生的生命 这才是保护自己 生命最好的方法 演讲中 海淘法师引用 数则佛经内的故事 让大家知道 当我们的慈悲心 超过欲望时 自然放下自我的傲慢 休息谦卑和感恩之心 便不会伤害 其他的众生 在不杀生 又能爱护 所有的生命之下 众生自然能远离恐怖 悠游生存于天地之间 而我们若能进一步 发菩提心 超度所有受难的众生 不但减少生病的几率 身体自然健康 将累积成佛的功德和资量 海淘法师精辟的演说 自自足迹 获得来宾们极大的回响 使现场洋溢出 无限的发泄 在会场中 并展示了许多 中、婴、寒、语对照 宣扬爱护动物的书籍与绘本 来说明护身与放身的重要性 下午 红法团一行 则来到了位于 金基道的安雅地藏残院 即安雅佛教大学 参加盛大的慈悲超度法会 以安抚一切有主 无主孤魂 以及数十万 在寒战中牺牲的军警 民众王陵 即所有因为天灾 人祸事故 而不幸往生的有情终生 以祈求世界平安相和 在偌大的贵场镇中央 庄严的寒承光明璀璨 溢溢升辉 供奉着巨福 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及药师佛等三尊如来圣像 左右两边则各分别 供奉着观音菩萨 及地藏菩萨圣像 美尊佛像 皆是法相威仪 夫座在莲花座上 盛大而壮观 洋溢庄严 祥和的气息 法会首先由安雅地藏残院院长 即安雅佛教大学校长 玄浩大和尚上台致祠 感恩慈悲的海涛法师 率领诸位法师 以及居士们地理 借着善缘的汇聚 而有这次庄严的法会 大家超越国家民族 一起礼尽供养佛陀 及诸佛菩萨 并超度苦难的亡灵 借着善缘的凝聚 祝导佛法昌荣 让世界更加相和 法会随后 恭请海涛法师慈悲开示 首先很感谢我们 佛教安雅大学 我们祝此和尚 玄高大和尚的 慈悲 为佛教做了这么 庄严的道场 来利益重生 所以今天能够来到 地藏禅院 而且要慈悲超度亡灵 所以感谢大和尚 给我们这个机会 那要得到 这辈子跟来世的快乐 那我们就要 相信因果 那这个相信因果要做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叫孝顺父母 再来啊 超度祖先 再来呢 我们叫归一三宝 再来叫守戒律 而且经常 布施 布施 护持寺庙 帮助穷人 那所谓不伤害别人 就是佛教守戒律 那除了守戒律 那各位要布施 那布施 就是护持佛教 护持三宝 还有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 那除了得到世间的快乐 那我们学佛 第二步还要追求解脱 就是没有轮回的烦恼 第三个 那就是我们佛教的终点 那就是刚刚我们大和尚讲的 要我们上求佛道